女人准备上洗手间 可没想到她的牛仔裤怎么也脱不下来 甚至开始收缩 女人下场了 她不知如何是好 疼痛感越来越强烈 牛仔裤很快勒破她的皮肤 鲜血直流 她拼命呼救 可没有人听到她的声音 就这样她被牛仔裤活活勒死 这条牛仔裤似乎有自己的灵魂 勒死女人后 她竟然开始清理地上的血迹 不一会 地上变得一尘不染 裤子上的标志随之增加了一条红杠 这时 另一个女人走进了厕所 不经意间注意到 挂在厕所隔间上的牛仔裤 只是看了一眼裤子上的标志 她就像着了磨一半 拿起牛仔裤就要穿 可是穿到一半 牛仔裤突然不受控制地动了起来 操控着女人的腿 随后一个360度旋转 女人的双腿被凝成了麻花 重心不稳 撞在墙上 倒地身亡 之后 牛仔裤便钻进了一个服装箱藏了起来 原来这是在一家服装店 刚刚受害的两人是此店的员工 而这条牛仔裤就是服装店 即将全新推出的爆款 裤子采用优质印度棉花 由大师设计 融合多种科技 会根据人的体型自动收缩 贴合每个人的身材 老板对这条牛仔裤 给予了厚望 新品发布会将于明天举行 为了做好绝对的保密工作 防止员工走漏风生 老板离开后 锁上了服装店的大门 让员工们在店里过夜 直到第二天早上的发布会开始 店员们各司其职 热火朝天的为发布会做准备 突然 店长发现少了两个员工 赶紧招呼玛丽去找找 玛丽来到厕所一番搜寻 发现地上有一柳头发 打开柜子门一看 里面就是同事的尸体 人命关天 玛丽赶紧叫来店长 并表示应该赶紧报警 没想到店长却劝说她 如果现在报警 势必会影响到明天的新品发布会 到时候大家的努力的白费了 不如等到发布会结束后再报警 玛丽觉得有道理 于是二人将同事的尸体藏进了垃圾箱 与此同时 店里的质检员发现了箱子里的牛仔裤 看到裤子上的标志有两条红杠 以为是自己的疏忽大义 害怕店长责骂 于是偷偷将牛仔裤带到仓库 准备销毁 没想到 他也因为看了标志着了膜 他解开扣子 准备穿上牛仔裤 这时 牛仔裤又活了过来 像一头恶狼 发疯似地撕咬着质检员 他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 故意会便领了喝饭 完食之后 牛仔裤开始损悉地上的血迹 标志也随之变成了三道红杠 店长发现员工越来越少 于是来到仓库查看情况 打开箱子一看 质检员已经被肢解分款 紧随其后的玛丽 也看到了箱子里的惨状 表示不能再脱了 得马上报警 店长假装同意玛丽的想法 转头便将他打晕过去 因为店长正在竞争大区负责人 他担心命案会严重影响 明天的发布会和业绩 从而导致自己晋升失败 这时店门缓缓打开 一位知名网红走进店内 他是来给服装店直播带货拉人气的 正当他对着摄像头款款而谈时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女网红正在直播带货 身后的牛仔裤 突然摆出诡异的姿势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就被勒住脖子 一圈 两圈 三圈 牛仔裤越勒越紧 然后向上一提 带货网红竟被牛仔裤活活勒死 店内的员工 被眼前的一幕震惊 还没等他们缓过神来 牛仔裤竟然从地上站了起来 一跃跳到了桌子上 环顾四周 四处寻找目标 随后便冲向人群 众人纷纷逃窜 而店内的发生一切 都被吊在地上的摄影机拍了个正着 没过多久 店长从仓库回来 打开门一看 发现自家的牛仔裤竟然沉浸了 正在清理着地上的血迹 店长的世界观被眼前的一幕直接震随 他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赶紧来到监控室查看情况 发现那条成精的牛仔裤紧随其后 他赶紧向女主管解释 牛仔裤成精了 要他不要出门 可女主管以为他神经病 还出烟嘲讽 就你怎么和我竞争大区负责人 还是一辈子当店长吧 说着便打开门走了出去 捡起了地上的牛仔裤 随后楼道便传来 女主管撕心裂肺的惨叫 解决掉女主管 牛仔裤继续寻找目标 他发现了印度妹 正准备从背后动手 这时 印度妹的耳机里传来优美的印度神曲 牛仔裤竟然随着音乐左右摇摆起来 印度妹也因此捡了一条命 与此同时 玛丽也从昏迷中苏醒过来 她发现大厅里的人都消失不见了 捡起地上的摄影机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摄影机里全是各种标写画面 凶手还是一条牛仔裤 他赶紧找到印度妹抱团取暖 二人拿着摄像机查看录像 直接大眼瞪小眼 无意间 他们看到 牛仔裤随着印度神曲跳舞的画面 二人一阵头脑风暴 得出一个结论 这是一条曾经的印度牛仔裤 于是 玛丽尝试着播放了一首印度神曲 果不其然 牛仔裤被魔性的歌声吸引了过来 这次她操控着一个模特 玛丽试图用英语和她交流 可牛仔裤英语四季没过 根本听不懂 只是一个劲的用头撞门 这条曾经的牛仔裤 似乎对印度舞区情有独钟 听到音乐就会不自觉地跳起魔性舞蹈 印度妹尝试用家乡语言和牛仔裤沟通 没想到牛仔裤真的听懂了 她在墙上写下了自己的遭遇 原来牛仔裤名叫阿萨 来自遥远的印度 是一个摘棉花的小女孩 在一次工作中 她的衣服不小心卷进机器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机器巨大的牵引力 就将她整个人卷了进去 鲜血瞬间染红了棉花 然而这些棉花竟然还被投入了生产 被制造成了这一批牛仔裤 公司为了生育选择了隐瞒 直到真相后 玛丽和印度妹决定帮她讨回公道 将事情公之于众 但是希望她不要再继续杀人了 牛仔裤点头表示同意 正当大家以为事情完美解决时 店长从一旁冲了出来 提着灭火器就朝牛仔裤一顿输出 牛仔裤被突如其来的袭击激怒了 她来到仓库唤醒所有的兄弟姐妹 组成牛仔裤大军 准备开始新一轮的复仇 为了公司生育和自己的事业前途 店长已经走火入魔 她试图销毁视频证据 可玛丽和印度妹坚持要曝光他们的丑心 二人拿着证据逃到了仓库 没想到还是被店长发现 印度妹走投无路 与店长正面硬刚 店长也是人狠话不多 朝着印度妹的胸口就是一刀 印度妹直接领了盒饭 店长捡起地上的相机 却发现储存卡已经被拔了 看来在玛丽身上 于是她又继续追击 很快 玛丽也被带住了 店长从身后死死勒住她的脖子 她不断地呼喊牛仔裤的名字 不一会 玛丽便缺氧晕死过去 正当危机之时 牛仔裤大军赶到 店长被吓得连连后退 他们一拥而上 将店长团团围住 就像群狼捕食一般 不停地啃食着店长 店长的嚎叫声响彻了整个仓库 没过几分钟 店长便化作一堆白骨 等玛丽再次苏醒 来到大厅 发现牛仔裤们排列的整整齐齐 玛丽劝说阿萨 这不是讨回公道 这是滥杀无辜 可此时的阿萨已经杀红了眼 根本听不进去 此时 新品发布会即将开始 店门徐徐打开 等候多时的顾客们 疯狂地往店里冲 玛丽试图阻止 却被人群推倒在地 顾客们不知道 迎接他们的不是新品 而是曾经的牛仔裤 请客间 服装店血流成河 电影《杀人牛仔裤》 是一部脑洞大开的惊悚悬疑片 不知大家看完之后 还敢穿牛仔裤吗